第3節 剛才跟大家說說龍珠 來一題的徐拉打 之後找一集數跟大家說說無面超人 現在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先說龍珠 剛才提到龍珠去到龍珠超 已經玩得很瘋狂 多元宇宙、平衡宇宙 你見到它的級數實力越打越厲害 而且龍珠有一個很鮮河的特色 這麼多年來人們都一直拿這個 記得是龍珠2Z嗎? 它有一個破天方的設定 剛開始玩殺人編章的時候 有一群殺人或一些宇宙人 戰力指數 哇 那個眼罩真的不得了 我覺得戰力指數 現在這個時代 也一直有一個緊 衝擊一架 真的很厲害 你想想一下 那群外星人一來到地球 拿著那個眼罩 戰力指數 打眼腦 戰力指數 2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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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悟空2BP 就是2BP 好! 等戰士 爆氣 一萬 然後它一定有一個緊 就是爆氣 就一定將那個 戰力指數升到最盡 然後爆氣 不能測量 然後大家在那個年代 甚至近這幾年 這個緊是仍然有的 大家繼續玩這個 戰力指數 然後呢 不停升升升升升升 然後就 爆氣 那仍然是有這個緊 這件事我覺得是 創作這套漫畫的原作仔鳥三 是一個很聰明的地方 就是 用一個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平常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呢 在整件事裡面 你會 令到一些觀眾 或者一些人 看完這套作品之後 是會拿到這個 還有一個緊 這個真的很厲害 除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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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早一點 Z 沒有人報歐的話 我記得有一個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他會把這些人變成朱古力 這個 這個就算去到 現在龍珠 超都好 他仍然保持著 這個模式 還有很多周邊商品 就是不同人的朱古力 對 其實在出商品這方面 龍珠這個IP 其實都很厲害 除了出品牌之外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頻道 我前幾條影片 有去過 九龍灣Megaboss的動漫一番街 那裡其實有放龍珠 他放了什麼周邊商品 很有趣 他有一個錦盒 那錦盒裡面 一打開裡面有些什麼呢 就是龍珠雷達和七顆龍珠 OK 他還要把它放大了 放大版的龍珠雷達和七顆龍珠 其實在龍珠這個IP 他的周邊商品 真的多得很厲害 龍珠又出一個商品 魔人報紙 變朱古力的那個 又可以變商品 然後你最想不到的就是 那個龍珠雷達放大版 你以為是假的 他可以穿的 他最有趣的是 那個雷達中間有個顯示屏 他會顯示屏屏屏屏屏屏屏 就是測了七顆大版 放大了龍珠在哪裏 對 超棒 我覺得整件真的超有趣 然後現在最想不到就是 那些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能量指示器人 那個什麼 測量器 嗯 不記得那個名字 我不記得那個名字 即是那個眼罩 眼罩是由出真實版的 OK 還有他出遊戲方面 對不起 龍珠是不為餘力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遊戲 由PlayStation到現在的手機版 出了很多款遊戲 但令我最意外的就是Xbox 360 出了一款遊戲 龍珠 但當時用感應器的遊戲 我想這麼多代來說是最破天荒 即使當時你玩這個PlayStation也好 它都是手掣打的 格鬥手掣 Xbox 360是唯一一部 其中一款遊戲是要戴著手套 然後用來做規模器 起攻 那時很棒的遊戲 那時是一班小朋友 我們以前就是吉之島 排隊輪著打 現在好像沒有這些趣味一起玩 沒有啦 現在其實沒有什麼街機給大家 不是沒有的 不過是看情況 我記得說一下街機的東西 我想起以前小時候 藍田匯景麥當勞 藍田匯景麥當勞 正中間那個 廊坡正中間位置 玩到算不玩了 不是 它放了一部機 它放了四部的 我沒記錯好像是 那時候好像是 是什麼呢 是不是Viu 好像是Viu來的 我不知道現在是哪一部 很大堂放在那裡 玩什麼呢 MARIO 那時候就是放了四部機 MARIO對打 打什麼 MARIO Tennis 我記得是MARIO Tennis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很小 那時候只有七、八、十歲左右 我很小的記憶 因為那時候小朋友用M機吃薯條 吃東西 不是的 那些人用M機就是為了打部機 所以你說近年代香港是越來越少這些街機 真的少 真的越來越少 其實也不是沒有的 最近我去了旺角TOP商場那裏 那裏有一間餐廳 剛好放了《立不小生》做主題 剛好那餐廳門口就有一部SWITCH 就是《立不小生》的遊戲 就是在那裏給大家試玩 所以都蠻有趣的 類似我們現在的Mega Box 樓上那些 對 那類的 那類的 不過它現在是主題餐廳為主 不是全部的 地方會有這些 真的不多 其實在商場那裏都有的 不過我忘記了幾個樓 那裏也是放了幾部 久不久都有的 例如之前 很早期之前放了《薩爾達》 在那裏也放了出來給大家試玩 整件事很棒 很青春 很青春 對 青春的 說到遊戲那裏 周邊越出越多 其實如果說 那麼多代的動畫漫畫來說 其實《龍珠》的周邊 即是出到今時今日都一直出 還要出了很多不同的類別 其實如果你說動畫作品或其他 他算是長青樹 真的長青樹 即是這麼多代 或者這麼多年代的 generation的人 對《龍珠》這個IP 是絕對不會陌生的 什麼緊緣鬥的 其實還會看到龍珠身形 是啊 然後你想想 你問80後90後或是00後 你跟他說《龍珠》他還認識的 認識的 認識的 殺人嘛 爆氣的 他認識的 很厲害 是 算是龜波氣功 應該被說氣功 Like 哈 哈 我覺得很趣這是龜波氣功波 這個是龜泰氣功波 台吳 activities 這個台灣來慢慢based 龜波氣功波 香港是龜波氣功 我永遠覺得在日本配孫悟空 孫悟飯 或孫悟天都是同一個姓氏 他的聲音真的不得了 他的聲音十年如一日都是那個聲音 當你叫龜波氣功的瞬間 你說什麼什麼 他的聲音是很長的 所以我覺得他很厲害 據說日本有個謹就是所有聲優都是怪物 他們可以保持自己的聲音很長時間 也是他們在這個行業可以留到很長時間的原因 因為全部聲優都是怪物 最厲害的地方是一聲音可以扮演超過十個以上的角色 而重點是他可以是不同的 還有聲優也有兩種不同的 有些是變色度很高的 例如Dior的 那個叫做什麼呢 奧拉奧拉是不是他 是 是他 有些都是很平溶聲的 當然啦 最初是誰呢 適宜安妮亞那個 最初是很平溶聲的 是因為安妮亞的角色突出 即使他配的角色是很平溫的 但他可以扮演很多不同的聲音 對呀 這是日本聲優界 為何人說是怪物的原因 還有很有趣就是網上流傳的影片 我忘記是紅白還是什麼時候 有一段搞笑的影片就是 找了三個聲優 就去做了一段短劇 那找了誰呢 找了孫悟空的聲優 然後找了多麗夢的聲優 還有找了一號是 好像是Hunter 不是Hunter 那個是一流白書 還是全職獵人的女主角 我忘記是誰 就找了三個聲優 去做了一段短劇 主要就是突顯了多麗夢 和悟空的對話 整件事很搞笑 他們的對話很過癮 就是多麗夢 一貫的說話方式技巧 他們永遠都在說話 然後悟空問一些問題 多麗夢永遠回答的事 都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 我不懂怎樣形容 我想大家可能自己上網找一找 你可能你搜尋多麗夢和孫悟空 你可能會找到一段影片 YouTube也有 YouTube也有放上去 大家可以自己不妨去看看 因為我很難告訴你 因為內容太複雜 我能找到一段短劑嗎 好像有 我試一下 我到時會放到這段 今次的Podcast的Infobox 讓大家看看那段影片 因為真的挺過癮的 我也想推介給大家看 很搞笑 留意一些字幕 因為如果不認識日本的朋友 你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但你回看字幕後 你會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當然 我會覺得 這段影片 你要是 本身熟悉日本娛樂圈 可能你會有少少同感的東西 如果不是可能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有些圈內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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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 但你聽到兩個星球的互動 你會覺得 多拉�夢和悟空聊天 我覺得最想不到的是 這兩個角色一起聊天 因為你知道 兩套不同的作品 你要在同一個框框出現 真的挺難的 一套是科畫 一套是黃道漫畫 對 對 因為說起畫合作 其實如果你說這套龍珠 有一樣東西都挺破天荒的 就是鳥三明在他龍珠的作品當中 其中有兩集的集數 他居然是 不止兩集 龍珠2Z出過一次 然後龍珠GT 不是龍珠GT 龍珠超也有出過一次 就是鳥三明找回他的舊作 IQBOX 在他的龍珠中有客傳 其實那兩集 龍珠2Z或者龍珠超 都很搞笑 很過癮 這個也是鳥三明成功的地方 可以遊合不同的要素 在一起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他很多的感 或者很多的模式 玩法 都可以令到他這套作品 那麼多玩法 和那麼豐富 而且他自己的角色 很厲害 因為我也聽過一些漫畫 會融合不同的漫畫膠去畫 但是你說自己融合自己的畫 你要同時兩套漫畫的內容 才可以客串到一個故事 是啊 這個也是他成功的地方 不過如果講話這方面 有一件事我也想講一講 稍後進入下節再跟大家詳細講 現在略略講一講 才講些什麼 其實龍珠這套作品 它厲害的厲害 不單止是它整個主流的主線故事 其實龍珠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那些同仁故事 同仁故事? 咦? 那些同仁不是那些同仁 不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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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為何會出現一些同仁故事呢 其實是因為龍珠GT而起的 有些人為了把龍珠GT的故事寫下去 於是有些觀眾出了一個同仁版本 不是原著的 不是廖三明自己原著寫的 就是龍珠FA OK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講一講 不屬於主宇宙 或者不屬於主篇章的龍珠故事 FUN啊 今集跟大家來到旺角 如果是立不小心的粉絲 我覺得今集你們會留一留 看漢堡配樹跳了這個 其實那個漢堡真的很大 神經病 它大到我覺得有點可怕 但是它是有一層 它是面頭一層 進入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 剛才跟大家說 一些同仁版的龍珠系列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因為在龍珠GT的完結之後 有很多觀眾粉絲 其實是很捨不得龍珠這套作品 所以有一部份的日本觀眾 他自己自行創作了一套 叫做龍珠FA的故事 一個同仁版 FA是Stand for Me 不記得 真的不記得Stand for Me 但其實這個龍珠FA的漫畫 某程度上沒有出過單行版 也沒有出過實體版 只是網上流傳 故事講述就是 由悟空離開了世界之後 然後龍珠離開之後 主角由悟飯擔任 又是悟飯 說起題外話 悟飯的擔任 曾經擔任過兩次 在龍珠的正傳裡面 第一次是思路遊戲之後 就是報偶片 悟空回來之前 擔任過一次主角 不成功 然後悟飯 變成什麼 夜悲飯 到後期 在龍珠超 在新一套劇場版 也被他擔任 不過這次是成功的 叫做成功 我看過劇場版 抽起了悟空和彼達的氣氛 由悟飯和嘀字魔童 擔任在龍珠的作品裡面 其實還算不錯 我覺得故事不是很差 但也被悟飯有氣氛發揮 至於這套劇場裡 他主要來說 不是說悟飯 整個主角都說要回悟空 但悟空是很後期回來的 其實是說什麼呢 擁有著悟空的DNA 一個人做殺雅人 我忘了一個故事 就是從哪裡走出來 殺雅人 後期走出來 他很憎恨殺雅人 也很憎恨悟空 也有悟空的DNA 所以他本身也有一個超級殺雅人的基因 可以做到 跟這個主角團做一個敵對的角色 聽到有些Gundam Seed的影子 那些新人很討厭基拉大和 然後每個人都去堆 那種狀態 有點相似 其實某程度上 整個龍珠故事都是這樣的 Z也好 又有紅大軍 那一刻開始出氣 然後你想想 紅大軍的基拉博士 到後期Z 出了17號18號 再加上C路 整個都是為了堆著悟空來打 然後到後期龍珠GT 整個故事也是堆著悟空 也是堆著殺雅人 真的有殺雅人的存在 會有鬥爭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玩 那做主角真的很辛苦 也蠻辛苦的 那麼FA 去到那些故事的中後段 到後期就是悟空回來 也都在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本身GT 最多都是去到 超級殺雅人的第四代 對吧 那麼去到FA這代 哇厲害了 創作了一個 超級殺雅人第五代出來 什麼樣子 就是現在悟空的 自作的義工 那個什麼樣子 不是啦 它是銀法的 銀法 就是這個野獸版的五法 噢 我開始看劇場版 看野獸版的五法 我覺得有點像第五代的 超級殺雅人 但其實不像 其實認真看不像 會是紅眼 然後就是銀法 銀灰法 就是第五代超級殺雅人 這個也是這個 不是A 不是FA 所以是AF 是AF的漫畫 裡面 一個同人版本裡面的設定 也都寫到 後期 寫到 悟空 他們這些角色 繼續慢慢向上升 其實我沒有記錯 AF的漫畫裡面 已經寫到 第六、第七代的殺雅人 很誇張 很誇張 所以在正傳裡面 他也繼續寫 悟空的進化 但已經是神的級數 但那些毽力平衡 不是很難控制嗎 是的 是 走歪了 再加上 我不知道是否懷疑 因為有這套外傳 或者有這套同人的作品出現過 所以廖山明 他在寫龍珠超的時候 寫到明 其實也不是的 在這個龍珠的Z的時候 去到界王神 幫吳范去提升力量的時候 都說到明 車黑殺人 這股力量 是一股不正確的力量 又說到明 是邪惡的力量 基因改造 基因調整 不是一個正確的力量 不知道 但好笑的是 去到後期龍珠GT 他有一個緊 其實是要說回龍珠GT 拿去變一下 其實有一個緊 很有趣的 就是當年製作組 我不知道是否懷疑 製作組沒有看龍珠Z 有一幕 龍珠GT 悟空 變小 到後期 就要打小子的外星人 打小子的外星人期間 他就因為某些原因 去了戒王神 戒的位置 去做鍛鍊 目的就是想 變成七合殺雅人 第四代 好笑 戒王 最初 問戒王神 怎樣可以增強自己的實力 戒王神 教的方法就是 幫他變成第四代七合殺雅人 但是戒王神 曾經 在 老戒王神 sorry 老戒王神 曾經 在龍珠二世紀裡說過 七合殺雅人的力量 是不正常的 但是他幫悟空 蚊尾巴珠 進化成為第四代七合殺雅人 他開始吃書 對 他自己吃書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這麼多年來都是一個緊 所以很多人都說 這篇章 這個話是核歷史 這個其實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 就是永遠捨死悟空 這個也是另一個緊 但去到AF這套漫畫 那個同仁作家 就把悟空帶回來 可以說原夢回小時候的一件事 就是悟空回來了 那種感覺 這件事 我想整個作品裡 和人都佔了一個很重的比分 亦都影響到龍珠超 或者打喉的作品 的一些去向 這是我最想不到的 你想想 龍珠一套這麼紅的作品 有其他的漫畫家 或者其他的觀眾 去為這套作品寫下另一個故事 真的蠻棒的 也確實是 還有 如果你說這些番外的作品 你讓我想起 網上曾經流傳過多拉A夢的結局 那也是一個番外作品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故事 你說什麼 多拉A夢輕機 然後大紅就 他不知道未來 未來幾年之後 就一直在想 如何修復多拉A夢 一個很催淚的結局 這個是番外 不屬於原諭的 不是原諭的 不是原諭的 是同仁作品 人們都覺得 為什麼可以畫到這麼像他原本 對 我正在想 這個是多拉A夢 那時候有看的 這個是多拉A夢結局 我以為已經結束了 原來是同仁 是同仁 所以說起龍珠作品 雖然鳥三明已經離開了 但接下來 今年二四年 到秋季的時候 就會有一套新的龍珠作品 就是龍珠大摩 中文譯名叫龍珠大摩 其實這套作品 就是由鳥三明創作的一套 漫畫 會不會有黑色三年性 不知道 高達會不會拿著雷射劍隊 應該不會 或者試一下 學金剛大字哥斯拉 龍珠和高達合作 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可以合體嗎 怎麼合 據問高達蕭雲和哥斯拉 可以合體 在某個模型上 做Ever都可以合體 那叫悟空和高達 用融合的招 可以可以 跳舞 對 用融合 用融合的勁肉酸 那個姿勢 一個四十周年的紀念作品 一個TV版 其實這套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東西 就是 這套的故事大綱 好像又是和龍珠GT 我懷疑是翻炒舊的 但是這次由鳥三明治親自操刀 可能整個設定就會有所不同 這次的作品就是把孫悟空等人 整個龍珠戰士的整個背景 又是玩回變小朋友 聽說大過的悟空和比達他們 不知道什麼原因就變回小朋友 變回小型版的 所以這次最大的特別是 那時候GT只有悟空變 這次就不止悟空 悟空被打裝置 整個堆都變回了 包括無限 所以這次的作品 也有很大的變動 究竟這個作品 變回小過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 令他們變回大過呢 還是他們想用這個方式 去重新重新玩過呢 這件事我就有點期待 到時再看看是什麼故事吧 對 講起龍珠作品 我覺得這件事 必定要說的 就是真人版龍珠 真人版龍珠 其實我上網看過 龍珠的真人版有三套 包括一套叫新龍珠 由1991年11月上映的台灣電影 這個我沒看過 而另一套是龍珠的韓國版本 1990年12月12日上映的一套韓國電影 有 又是沒看過的 但我想大家最看過的 應該就是龍珠全新進化 由日本集英社授權的一套美國電影 由2009年3月 由亞洲國家地區率先上映 美國在2009年4月10日上映 那一套叫龍珠全新進化 嗯 那個圖片 我看有沒有機會給大家看一看 可能我把圖片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七龍珠 一個龍珠全新進化 那其實這個 我覺得很搞笑的一件事 就是全部都是美國人 但聽說 整個故事跟龍珠的原住故事完全不相差 周潤法做龜仙人也是挺有搶頭的一件事 是啊 看周潤法就是 OK 看周潤法 龜仙人是重要的 就是 戴上褲黑超整個色白褲 你想想 要周潤法持有這樣的角色其實也挺辛苦 你想想動畫裡面的龜仙人的滑溪表情 你叫周潤法在真人裡面做的表情才收到多深 所以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就與這件事而改改劇本呢 我覺得不奇怪 真的很搞笑 再加上 據我所知這一套 好像是沒有超級殺人的版本 由頭到尾看到悟空是黑髮的 純粹整套戲在打打打打打打打 還有一些CG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在真人 我經常覺得真人不怕你拍龍珠 所以一變金髮 整件事就很假的 因為它是粒頭套 本身黑髮的粒頭套已經很酸了 你還要金髮粒頭套 那粒頭套一定是假到無論的 你可以用CG來搭救 但它其實也有一個極限 是啊 也是很大的極限 所以沒辦法 這件事我也明白到製作組的那種神算 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故事性 如果你是獨立抽出來自己寫一個故事 你會不會滿足到一群原著黨 另一件事就是 你是由一個二次元的平台 轉成真人版 那究竟你跳出來之後 那些角色是否真的配合到我們的期望 所以就被人罵了 這件事真的搞不定 再加上這一套 如果你說真人版 其實據我所知 還有一套香港本地製作 但是它不是龍珠 一套是什麼呢 就是以前 九十年代的時候 有一套搞笑的電影 叫超級學校霸王 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張偉健 是 最後打Final Boss的時候 其實它的造型很明顯 就是這個孫悟空 整個造型都像 雖然 在這套角色裡 它的對白叫自己做吳君魚 很明顯的 但是大家看它的造型都知道 就是這個孫悟空 當中也使出了元氣彈這一招 當然整個元氣彈這一招 跟龍珠的作品裡的規模相差很遠 如果你說這麼多龍珠的作品裡 我覺得元氣彈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以及龜波氣功 你永遠看到 孫悟空打最後的BOSS的時候 用的那招的元氣彈 都要集合全世界 或者全宇宙的人的力量 集合最大的元氣彈 會是一個挺有趣的桌頭位 很多人都會舉起雙手 然後就集中力量 元氣彈這樣 所以相比起那套超過後霸王 那套電影裡的元氣彈規模大很多 當然 而且假設你有什麼BOSS擔贏的話 根據廖三明老師的做法就是 元氣彈這一刻不夠 你還可以儲多些人 再儲多些人的力量就應該夠了 如果將來世界有什麼大事發生的話 元氣彈 元氣彈搞定 其實元氣彈這件事我又想說 因為很有趣的一件事 其實元氣彈是我們香港的讀音 其實日本叫做元氣玉 元氣彈的 其實看看哪一件事你覺得對 如果我喜歡的話 我會集中日本原住的叫做元氣彈 我純粹覺得是以譯名問題 我覺得是以譯名問題 但如果你說喜歡的話 我可以覺得元氣彈的感覺是貼切 元氣彈很小 元氣彈真的可以很大 即是寵物小精靈神奇寶貝還是寶可夢 寶可夢 死火 這件事又可以考究一集 今集的真揪迪的Podcast 跟大家說到這裡 其實龍珠還有很多事可以說一下 還有認真一句 龍珠整個作品的故事 跨過了三代人 由九零零零到現在的千禧年 由小孩直到我們變成中老 然後變成老爺 都可以培養了五代 亦有很多不同的周邊 或者很多不同的演化 其實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你完全想不到的 可能還有 You'll never know 對 看看吧 廖三明老師也離開了一段時間 那究竟龍珠這套作品還可以怎樣走呢 還可以走多幾十年呢 這個IP還可以有多長壽呢 同仁作品還有什麼新的作品可以發生呢 有什麼可以出來呢 你想有什麼作品發生呢 你想有什麼發生呢 喂 你的臉很壞 看來你有些新想法 今集到這裡 德福再研究一下龍珠同仁東西 看一看 看一看 好 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嘩 嘩 我爆不爆咪 但我耳朵痛 拜拜